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独 独特 这算哪门子里有啊 因为你独特 所以以后 也不用看什么轻轻的脸色了 况且我呢 还能帮你保守住你的秘密 我哪有什么秘密 这山中出现了白河沦王的奸细 像你这样金日惹祸 明日下狱的 某可不保证不殃及到你 哦 不对 不是殃及到你 而是歪打正着的 打到你 不对 这海马金银已经死了 这你可就冤枉我了 弃居宝族没听说过吗 哦 不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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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不要再跟我说什么山中的秘密了 小子什么都不想知道 听都听到了 还装什么呢 告诉你 是为了让你小心一点 你 小心一点 我还盯着你呢 赶快收拾一下 大不 到我府上来吧 沈阳 好了 你别挂挂我了 怎么办 川姐在牢里 我好担心的 你担心有什么用啊 咱们都是做杂役的命 自身都难保 这是仙山 仙人要你的命 你能怎么办啊 那川姐怎么办 川姐 我告诉你啊 这仙人可都有顺风耳的 你的哭声要惊醒他们呢 飞剑来取你的头 九云大人 你看你这都大晚上了 这不是按规矩办事吗 大人我 也要走个流程不是 山姐 山姐 你没事了 没事了 我收拾东西去了 你被赶下山了 行了 我先回去了 人 一会儿给我送过来 哎 九云大人传下话来 自有杂役擎穿 活泼开朗 甜美可爱 无心甚爱之 敬他今晚前来侍奉 哇 小川是用什么法子 得到这个得天独厚的地位啊 怎么了 你羡慕啦 我可不羡慕 我听说他就是个魔头 当年就是他把他的上仙师傅 反复折磨致死的 哎 小川这次去了 凶多吉少 呸呸呸呸呸 九云大人不是这样的人 我看你就是羡慕吧 你看你 你家川姐 可是九云大人的贴身丫鬟 谁都知道 香菊山有个规定 就是谁要去侍奉的四大弟子 就有成为香菊山弟子的可能 然后凡人就能击前升天 你们都在这儿聊什么 赶紧都让开 青川 还不收拾东西赶紧走 可是 我不知道 傅九云大人的住处在哪儿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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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云大人 您的贴身侍女秦川 已经给您送到了 好 把人放下 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诺 诺 晓晓 小的见过九云大人 小川 从今往后 你就是我的人了 天色也不早了 先去给我准备宵夜吧 然后 守着我睡一夜 守着我 要紧心尽力 不是 九云大人 你别过来 你别过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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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子 哪哪呢 小 connector 小姐只是在想 小子不知道九云大人 拉的手 下anger到哪 знает 什么 自己去厨房看看 哦 厨房在 自己找去 好 好 坐下 陪我喝两杯 这不合适 小的是丫鬟 这不合适 才第一天到我这儿 就使唤不动了 叫你坐下就坐下 这就对了 这杯 只当庆贺你 今日来大人这儿 做贴身侍女 皆大欢喜呀 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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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 我不会喝酒 你怕什么 大人我才不会喜欢你呢 想不到我的小侍女还颇有酒量啊 好 本大人 就陪你呗 不过 你怎么喝酒 你不喝酒 你不喝酒 你老是什么喝酒 是吧 你又喝酒 真的吗 你不喝酒 你别喝酒 你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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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你喝酒 你喝酒 不 小车小车 看你能逃到哪儿去 九位大人 这床给你铺好了 没什么事我就 你先上去 不是大人 我这个事 我真的没办法跟你开玩笑 我心里是有豆豆哥 离国的豆豆哥是吧 这豆豆哥到底是谁呀 我都比不上他 他哪儿好啊 哪儿 当然哪儿都没你好 也对 他连眼睛都不好 才看上你这么一个 不识好歹的小骗子 不是 我虽然是个丫鬟 但我也是有尊严的 都这个时候了 还谈尊严 俗了 可是得到我的人 得不到我的心 得到你的心干嘛 大人我要的就是你的人 那我把心给你 好不好 真的 从今往后 对大人我一心一意 忠贞不二 眼里不会有其他人 那豆豆哥呢 豆豆哥出外 女子嘛 果然水性羊花巨多 上一刻 还在应允我忠贞不二 这后一秒 又想着与豆豆哥的海誓山盟 这见过了豆豆哥 果然不同啊 胆子变大了 使唤不了了 啊什么 就连我让你悟个被子都不成 脾气还这么大 哎 哎算了 我自己来吧 不是 九云大人让我给你暖穿 只是为了让我给你捂被子 那你以为呢 这一提起豆豆哥呀 这满脑子不知道胡思乱就些什么 莫不是 什么不可言说之事啊 哪有什么不可言说之事 我这就给你暖 算了 大人我自己来吧 大人我发自卑 今晚 你就睡着床下的踏上好了 你 小川啊 大人我喜欢忠贞的女子 你伤了大人的心 大人罚你明天不许吃饭 不准靠近本大人一仗之内 是 你还不是一样 这许中官放过 不许白信念的 你个傻孩子 我都只想陪在父皇母后身边 嫁了人就没人护着我了 会被欺负 就算你陪在母后身边 那父皇母后 也有老去 回去的人 到时候谁护着你 那有人欺负你怎么办 那 那我就陪你们一起去 嘿嘿嘿 你 中文字幕——YK 感谢观看 你谁啊 你就是新来的丫鬟啊 过来 过来啊 在小宫说的 最 Fahr斌 types 你去拨吃 这里是כשיו 是啊 在我身上 然后这么 José American 就这么像 也讨论帐 meter 讲 那 把它的 也讨论她 是 给你几件衣服 赶紧收拾一下自己 省得等会儿我吃饭的时候 见你又吐了 还有点样子 头头 头头 大人 你没事吧 你谁啊你 怎么在我房间啊 我 你怎么穿这么吐啊 你看你穿的是什么 这里是香取山 是仙人修仙的福地 讲究仙姿仪态 你以为是你家村头呢 头头 不是 大人 你这 我走了吗 大人 你这 你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 是不是觉得我穿得很土 这里是香取山 是仙人修仙的福地 讲究的是仙姿仪态 你以为是你们家村头啊 我想起来了 你是老土小丫头啊 你 你给我出门倒过去 去 小川啊 我和九云大人要付个酒会 你呢 就在府里好好干活 我知道了 把这些衣服给我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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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这么多 大人我挨干净 记得洗仔细一点 记得洗仔细一点 洗干净点啊 洗干净点啊 听见了吗 听见了 听见了 那么九云大喜 这些衣服是晓杰就来的补寄 小白 走了 洗衣服是吧 瞧 这些手 有一天的衣服 这些衣服 很久啊 就再吃了 你不再吃了 我的做衣服 你不再吃了 不然 我还真有点心疼啊 我的衣服 我所有的衣服 我的裤子 我所有的裤子 九云大人 你们回来了 你 我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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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九云大人叫他让我洗衣服 我不敢怠慢的 我就时间缩 时间缩 时间缩 这个九云大人这料子实在是太珍贵了 我一缩它就坏掉了 可是我被人被咬的 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我就去端花瓶 那样的花瓶也算了 看来我 我是呆不下去了 你 傅九云 你这个眼高鱼顶的家伙 你怎么能看上这样的货色啊 走 你快走 你这个灾气 你走啊 好 看起来 你也辛苦了一整天吧 大人不责怪小的 初来想起山 谁不毛手毛甲的 不过经过本大人的调教 就一定会变得乖巧温顺 慢慢来吧 嗯 大人可真是面容心 豁达大德 小 小的 小的 小的也不知道该做什么 再跟你磕解头吧 一马归一马 你呢 把我的衣服给洗坏了 又把我的罐子砸了个稀巴烂 这总归得赔点什么吧 赔 赔 得赔 但是小的这二两银子 没钱啊 没钱 那就继续做苦力吧 自然是应该如此啊 小的愿意为大人 担牛做马 在所不资 可是小的真的笨手笨脚的 真的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当牛做马都不用你做 给小白打个洗澡水总会吧 这就去 你怎么选了这个丫鬟当内子阿姨 我乐意 串儿姐 你现在在这儿啊 什么事这么开心 是看上哪个妈妈的仙人了 哎呦 都这个时候了 你还取笑我 怎么样啊 九云大人是不是很厉害 是不是让你愈仙愈死 你这臭丫头 你这臭丫头 你在哪儿学了这些不正经的词 哎呦 我真的好羡慕你啊 嘿嘿 我早就知道 九云大人不是这样的人 他从来都没有看不起我们外围杂役 他那叫 鸡不择食 你别这么说人家 哎呦 跟你聊什么 哎呦 你等我 哎呦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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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是没有资格去嫁给那些大人呗 但是儿女情长嘛 趁年轻就圆一个梦而已 哎 你真把这儿当什么了 哎 把那些修宪的弟子当什么 这倒好 说要人就要人 轿子一抬就走了 这山主也不管管 你真老套 这都什么年代了 山主不会禁止这些的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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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你别走啊 你先跟我说一下 你昨天晚上到底跟九云大人怎么样了 他 昨晚耍威风的很 让我干活 我都快累死了 嗯 干活 你不是伺候他吗 怎么趁干活了 哎 九云大人果然是天赋异禀 造化过人哪 嗯 嗯 哎 天赋异禀 什么天赋异禀 小川说什么呢 啊 啊 啊 没什么 我就是在想啊 你们神仙都太厉害了 能幻化出这么多的东西来 哎 打个水这么久 遇到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没什么 我怎么听说 今儿外面热闹得紧啊 都在议论我和我的小事呢 哎 等一下九云大人 如果无旁的事 我就先去忙了 哎 回来 小白金贵得很 洗澡水不能太冷 也不能太热懂吗 明白 去吧 我进来了 我进来了 这怎么有面破镜子啊 这人跑哪儿去了 奇怪 大人你在房间里面啊 我一直都在啊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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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们不知道 白月星云镜是做什么用的 头疼 小白金贵得很 这怎么有面破镜子啊 我一直都在 哎等等 大人你头疼可好些了 挺好啊 怎么 这傻小子 莫不是白月星云镜 快把衣服给我洗了 让我洗了 re ů 快把衣服给我洗了 爸 你把活给我干完了 现在等我调教 等酒一戴把你调教好了 等酒一戴把你调教好了 大岁数给你捡点小伞签回家 这样你就可以偏过你土里八戟的日子 可别在这心里瞎混 凡人有凡人的乐趣 小川儿 来我房间侦察 专业大人 是 青川姑娘 愣着干吗 凤长 我们小川儿还真是魅力十足啊 如果没猜错的话 左公子此番前来 就是专程为了来看你的 是吧 左公子 九云大人说得极是 只不过这次登门拜访没有提前通报 事属冒犯 仙剑其实没那么多规矩的 这次来看望九云大人和秦川姑娘 是因为在下还有一个不情之情 左某与贵府的秦川姑娘实在是偷冤 所以相请九云大人割爱 还请川姑娘到我那里做事 左公子客气了 来就这次 shattered 火级饭 谢谢 任何平庸之作 都能变得精妙非凡 幻彩重生啊 总而言之 以九云对你的仰慕之情 别说这小小的侍女了 就是这屋子里 但凡左公子看得上的 九云都不会离色 不过 不过这事吧 还是得看看小川的意思 要不 左公子 您亲自问问 青川姑娘 你愿意吗 不愿意 小的与左公子只见过一面 并不熟悉 青川自当是伴随在九云大人左右 不会再是庞主 小川 小川 你我虽为主仆 但也不是非我不可 你若是去了左公子那儿 我呢 还可以找别人 来代替你做我的事 毕竟左公子登门拜访 诚意十足 你可要好好想一想 九云大人不要小川了 青川虽如同草剑 但也不是左公子 张张手就那要走的玩物 公子此番前来 青川并没有觉得自己被真实 反而觉得自己 像是受到了折辱 青川姑娘 左某真的不是那个意思 若是青川姑娘你不愿意 左某以后便不再讨扰了 左公子严重了 青川 没大没小 这小川啊 就是被我宠坏了 平日里呢 对我无法无天惯了 这没想到今日啊 当着外人的面 也敢跟我撒野了 对了 你不是总说左公子温润如玉吗 我劝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 自己拿主意 毕竟这里 也没人能逼你啊 九云大人说得没错 不如就让姑娘好好考虑一下 我们先回去 改日再来听听姑娘的意思 也好 那么今日就这样了 小川 送客 走吧 我们刚才都不知道 我们自导个道路 我们自分之间 也不是人物 我们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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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信 我们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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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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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信 我们自信 失信 你是在怨我吗 哪会啊 只是 我们说是来拜访傅九云 但其实是来问她要人 别说她掃手不羁 我也没个准备 虽说傅九云是个不羁的仙人 但是咱们也不该失了李术 你还是怨我 难道我去什么地方都要跟你说吗 你别生气 我只是在跟你说道理 道理 早就跟我的眼睛一起瞎了 你 来来来 来来来来 你就是九云的那个小侍女吧 大人是找九云大人的吧 她出去了 你这样是个小秀吗 你这一 你这个小侍女叫什么来啦 小的叫秦川 秦 川 他 倒真像是他会取的名字啊 谁 我那师兄若还在世 他那弟子也差不多跟你一般大了吧 要是有这么一个小失职 成全在背后跟着瞧句挑戏 也挺有趣的 本尊今日呢 找你家九云大人 共饮此仙酿 你把这酒给温了 隔水温 煮水用清火 记得要用白玉酒壶 去吧 诺 等会儿 小青春 我怕你不会温酒 我会的 九云大人储存的些酿 都是晓得温的 九云这个人哪 就是太钟情了 千百年来吃中爱一种酒 可是美酒虽宜人 也着实太裂了些 每次都要着得他五脏俱损 小的会提醒大人少喝一些的 你不懂啊 这个酒他裂在骨子里了 明明可以浴水温厚 安安稳稳地待在酒中里 可他偏偏却要 呛人一口 一点都不顾及九云的感受 说不定什么时候 就会要了九云的命 你不肯定是吗 去吧 大人 落酒始终是酒 九云大人怎么会丧命呢 你知道酒 再这么聊下去 这仙酿可就要馊了 小川 尊客来了 还不快回屋 给我闻闻酒 诺 怎么了 九云 你不是生气了吧 二忙 二忙 哦 车 车 你拿这是什么呀 这个 你猜 给我看看 你这样看 那 野狐 对 你把这个借我一下 借你 你确定吗 嗯 川 你要什么我都给你 他自己 我最喜欢的 你 你 不知道刚刚是哪位老兄 当着他的那儿说了一堆有的没的 在那儿吓唬他了 我这不是关心你吗 每次都是你去我那儿喝得烂醉的 就不能我替你出头啊 出头 你吓得我头都快大了 不是好歹 九云 这是什么 那个老龙王来了之后 必定会引起腥风血雨 你吃了这枚归于原护心丹 就是伤得再深 也不会有损灵力 不至于你小瞧我了 是你小瞧了你体内的那个东西 什么味儿 我将此丹 这枚归于原护心丹 封于万尺山巅之上 泥土之下昔日夜之精华 快喝酒 这酒怎么一股怪味儿 这酒怎么一股怪味儿 真是酒香 酒 很真是酒香 坚持久不停 很痛 真的是